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馬安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做什麼呢? 就不是講新的Python的功課 是反過來我們會討論一下 在以前那麼多份功課裡面有什麼難題 當然我們沒有可能在一堂裡面 將那麼多份功課會討論 那麼今堂裡面我們重點就是講一些基礎的格式 甚至簡單到 我原來不知道Python與法是大家和世界有分別的 我們都會在這一堂裡面去探討所有的細節 所以最主要就是你要發問 以及將你寫程式會遇到的困難 講出來,我們去打救一下 當然要去討論什麼的難題 所以我們最簡單就是講回第一堂 第一堂,我們做過這一份Courtney Equations這個program 這個program本身是整個sample給了大家的 起碼第一件事,我們每一句說話都能夠理解一下 好了,現在我就將這個sample 在聊天上先給你們 不用你們去下載 當然你去米天網站也會下載得到的 但如果方便一點 你也可以在聊天上能夠收到的 好,現在請你打開Python的軟件 我們一路做一路去試 那就最容易去掌握得到的了 好,看到現在多了很多人參加了 參加的同學,你預備好了嗎? 如果你預備好這個編輯畫面 即是你開了一個Python 還有預備好打開這個檔案 我們就會正式開始討論 你預備好的,請你舉一舉手給我看 好,麻煩各位,麻煩陳浩都要見到你了 嗨,陳浩,行不行? 那你都可以舉一隻手 如果你預備好這個Python的介面 下載了個檔案在聊天那裡 好,麻煩我們全部人齊搞定了 好,第一件事,我們逐步逐步來 我真的從最淺的開始說 不要嫌我侵氣 如果有任何時候你有問題 你可以即時發問 我建議你只要開啟去講 就會最好 這裡我們第一句逐個語法去看 Python每一句命令 其實大家和世界有分別 如果你想打解釋給別人看 打解釋給自己 記得你那句說話有什麼用途 哪句statement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用 你就記住前面加一個井號 代表這個comment的開始 OK 我就開始講這個井號 頭兩句是解做comment comment可以在第一個位置打解釋 也可以在一句statement的這個位置中間打 也可以在這句statement的後面 在這裡開始打也可以 這些純粹是一個解釋 令到別人容易看得懂你的程式 好了 講了第一個語法 叫做comment 就是我們看這個 Python comments 好,講完了第一句 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明白的請你舉一舉手 我會經常做這件事 明白的可以舉一舉手 好,謝謝 我們這個就當熱身 非常之好 然後第二件事 會講解的就是輸入句子 輸入句子 我就在這裡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寫部分裡面 就有些變數 做著這個數值 跟你們在讀中二的時候 學數學裡面 還是中一學的 那個概念叫做variables 一樣的 譬如我有個變數的名字 x等於3 接著我就把pint x 就是把變數3 變數x的內容 就印出螢光幕給大家看 所以頭一行的statement 叫做assignment statement x儲住3 這個不是等於 這個符號是儲存的意思 assign 指派了3 讓x儲存 OK 這個就是output statement 輸出句 將x的內容印出來 用來寫程式的時候 譬如今次要做quattual equation quattual equation quattual equation 就是ax square 加bx加c 等於0 這樣計算 ABC這三個數值 我們不會每次寫 幫人固定 都想讓用者 去告訴我們 A是什麼 如果你這樣寫A等於1 這個程式會一次執行的時候 變數A就會是1 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透過一個 叫做input statement 輸入的語法 一個句子 把數值直接放在變數A 簡單點寫 就是input 這個命令 就會把一個數值 放在變數A 好 我試試這樣寫 A等於input 我現在在執行 比如我寫56 A就會存在56 然後我打一句print a 它就會印出56 好了 講到這裡大家沒有問題 Input 這個command 就是一個輸入的命令 OK 把輸入的數值 放在A 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請舉手 有問題的請發問 範超倫 好 謝謝 大家有問題的 立即就開咪去打斷我 好了 但這個樓會有多一點變化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我試一下做一句這樣的事情 就是print a A sir 將它加1 看看 我們會期望應該印出來的 57 56 加1 A是存在56 加1 應該印到57 但就發現 原來錯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error 如果你寫程式 這些紅色的句子彈出來的時候 你就留意 它說哪裏錯了 原來說這裏錯 錯什麼 或者你暫時 看不明白這些說話 說什麼 但是肯定 你都能夠知道 是這一句錯 錯什麼 其實原來 當我們用input的命令 去輸入一些數值 放入變數A的時候 它輸入的56 剛才的輸入的56 其實不是數值 是文字 是文字 即是等於問你 付之右你多少號 付之右是36號 這個36是個號碼 OK 就不是一個數值 我們不應該拿去 進行加減成長的運算 所以 我們要告訴Pathom 我們要把輸入的文字 請你轉回做一個數字 給我們處理 在數字裏面 有一個 是叫做Forting Point Number Forting Point Number Forting Point Number 的意思 就是說 浮點小數 Forting Point Number 是一個數學裏面的 變成數值 然後才儲存在A 我們試試執行這一句 也有56 接著今次 就執行56 已經坐在A裡面 今次的數值 試試執行這個 沒錯 它可以印出來 而且還印到57.0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把文字 轉為浮點小數 即是小數 印出來的時候 它會表示 有一個小數 它會連同小數點 加一個小數位 來印給大家看 好了 講了這句語法 這句input statement 在我們的程式裏面 會使用到的 講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請舉手 請開啟發問 好的 麻煩你 周駕鋒 你在這裏 我在這裏 阿Sir 剛剛進來 好的 好的 我們所有的程式 其實有三樣東西會組成的 一個就是input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去運算processing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做輸出的 我們有三樣東西會去組成我們一個的程式 有處理、要計算 也有輸出input、process和output 我們看看我們現在做了什麼呢 就是頭三句都只是純粹輸入數值 然後我們準備寫一個程式 寫一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這一點 這句說話 加減乘序 在電路運算 大家也喜歡學過Excel這個 成號是個星星 行不行 OK 那我們就會進行這個計算 在我們的culturing equation裏 有一個很重要的中間計算的步驟 就是計算它的discriminate discriminate 在數目裏面 有時用delta 好像三角形的符號來代表 所以我會出了這個discriminate 等於B乘B-4乘C OK 這個公式純粹是很簡單 和你平時寫的運算方法一樣 好了 這個應該很容易明白的 我這裡不花時間問你明明 只會覺得OK的 有問題的就打斷我吧 在中間就計算一個delta出來 好了 比較難一點的 其實是 接下來要學這一點的東西 哪一樣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要學它的結構 在python的結構 是要靠大家去做縮牌 indentation indentation 縮牌 來告訴python 究竟哪句命令 是屬於哪句命令的 阿sir 你說什麼呢 你一看我這個例子就明白了 譬如我寫這句給你看 if a 大過3 OK 在第二些language上高 你們會用一個符號 叫做開括弧和山括弧 在裡面你就會寫 如果a 大過3的話 我會做什麼呢 譬如我做b 和1 你會這樣寫的 在第二些language上高 在第二些language上高 這樣寫 我這個b 等於1 你做不做indent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你這樣寫 會靚仔些 容易明白些 b 等於1 c 等於1 意思是 如果a 大過3 b 就是1 c 就是1 這兩句什麼時候會執行呢 就是當這個條件 成立了的時候 它才會執行 至於你寫這兩句命令 有indent和沒有indent 只是方便給你看 對電腦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在別的語言上高 會用了這個符號 用了這個括弧 去括住這兩句說話 行不行 OK 大家明白嗎 在別的電腦語言上高 用了括弧 所以前面這個空白位置 只是用來打下去 讓你容易看結構 大家明白這些可以舉起手 如果不明白的話 我們要討論 有問題的 請你勇於發言 我們要討論 咦? Mr. Brianna 你也在 嗨 是不是真的你來的? 嗨 阿Sir 你是誰 我是周朗希 周朗希 你是這樣的 過了這樣的名字 好了 大家都聽得清楚明白 我看到所有人都有舉手 然後我們會做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阿Sir 原來在別的語言會用一個括弧 這句是if句的 方法就是要靠你前面做indent indentation 給四格縮牌 這是慣性的 慣性 記住是慣性 如果是古怪的 你三個都可以 你兩個都可以 但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這裡 慣性了 是有四個空白件 一二三四 四個的 在第一個縮牌裡面 只要你對得齊齊整整 記住 它是不再靠括弧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只要你這樣 齊齊整整 打好四個空白件 這樣 Python就會知道 這兩句命令 是屬於這一句命令的 如果這個條件符合了 這兩句命令 你才會執行 阿Sir 我玩東西 我告訴你 如果你這樣玩東西 你就會Error Python就不會知道 你究竟想做什麼 OK 千萬不要這樣 我們來看看 阿Sir 我現在試一下 一個這樣的例子 這裡 嘟嘟嘟 我按錯了 現在這個Python是不對的 我試一下去執行 然後我進去 然後我進去 看不見到 是嗎 An indent does not match any Ulter indentation level 看不見到 我這個indent 錯了 OK 阿Sir 你縮兩格不行 弄多兩格 弄多兩格 或者你不具備 打多一下 一下 一下 就試一下 可以嗎 都是被他發現 好了 所以 同學 如果你橫默打程式 的時候 他不斷地有紅色字 走出來說你 indent錯 你就記住了 打程式的手勢不好 OK indent 是很重要的 說到這裡我停一停 你們有問題的 立即開啟發問 沒有問題的舉手 周啟風 周啟風 可以嗎 你似乎是剛剛沒有加入 無結女 是嗎 剛剛去廁所 剛剛去廁所 OK 好 記住沖水 好 記住洗手 Sorry 好 多謝你 我跟他 I love ICT 好興奮 看到這個名字 真的馬上 好了 陳浩 Omoke 陳浩 喂喂 陳浩 Omoke 好 可能去了廁所 OK 好了 接著我們繼續說到 In dance 我們就分析一下這幾句 究竟是什麼 有一句語法 叫做If Else If 和Else OK 有時候有些問題 我們問了之後 好像你問 Delta 是否大於零 OK 大於零就立即做 但你要看清楚 語法就是 這裡先問一個問題 用一個 Colent 結束 如果這個問題給你的答案 是True 如果這個問題給你的答案 它會做在indent 裡面 這麼多句的說話 記住 是indent 裡面的說話 就會屬於這一句 所以你千萬不要 亂來 將這句 縮出來 將這句 縮出來 那你就錯了 其實就是說 這裡 每一句說話 都有正確的indent 意思是Delta大於零 你們學數學科 裡面的確定 就是b²-4ac 如果大於零 就是叫做square words 而如果大於零 這個square words 算出來之後 在那條公司裡面 最後是-b加 或者-b- 其實會產生了不同的答案 所以當它成為大於零 的時候 其實它有兩個real words 2real words 我錄了S 2real words OK 這裡 這樣就算了出來 如果它不大於零 其實它還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跟零是相等 另一個就是小於零 所以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不會只問Delta大於零 就這樣計算了 我們接著下來 會有第二個情況 會有機會發生 Elsif E-L-I-F Elsif 簡稱就是E-L-I-F OK 我們的寫法會是怎樣呢 就會是indent 一樣 同樣地 Elsif 寫另一個條件出來 A大於3 大有機會是A 這個 是等等於3 這句 就不僅存 留意一下 一個等於是儲存 兩個等於是比較相不相等 你大於3就做這兩句 或者你不大於3 不大於3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小於3 或者A等於3 如果A等於3 我們就做另一件事 比如B等於2 C等於2 OK 就等於 問這個問題 不是的話 就再問這個問題 大Sir 如果他都不是的話 我問你 如果又不是大於3 又不是等於3 最後你不用再問問題 你不用再問問題的方法 就寫個else else的意思是 不需要再問了 所有其餘的情況 都是屬於else的 else else else這裏就是所有的情況 你就會寫在這裏 OK 比如舉個例 父子號你要去洗手間 然後就問父同學 你是不是去男洗手間 不是 那你就自然會去女洗手間 I'm sorry 你是不是去女洗手間 不是 你自然會去男洗手間 糟 還有一個殘字 這樣的情況下 就用if else 和else 大家明白嗎 明白的舉手 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隨時開咪發問 可否有同學問問題 炸地 腐竹蛋糖水 你不要再把這個名字 現在是宵夜時間 你來叫腐竹蛋糖水 好了 有同學要發問的 有發問的 請大家開聲 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真的很有創意 咦? 如果你什麼問題都沒有的話 即是大家都明白這個 這個 continue equation 的程式是怎麼寫的 如果明白了這個程式是怎麼寫的話 那我們就要看看 第一份功課做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困難 第一份功課做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著這個表 嘩! 阿Sir 這個表很複雜 其實看著表是很長 但其實是很公式化的 很公式化的 因為長的程式很難寫 其實只是我們重複了很多的步驟去做 我們就看看這個 Electricity Bill 這份功課 究竟是怎麼做的 我當然不會在這個時間 打開那個答案和你討論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去 和大家講答案的時候 答案都要留給你去做 但我是在這裡 詳細說 那個程式 應該是怎麼寫的 當然你記住 最後寫完之後 你要去 你要去自己對方的答案 答案在這裡給你 1000度、3000度、5000度是多少 好了,怎樣做法呢? 第一件事 你要input 你要輸入那個consumption units 那譬如舉個例 你第一件事 你的程式裡面 一定有一個input input的statement 你就把它放進去unit那裡 當然 剛才也說過 你要輸入一個數值 來去做的 就是這樣 但是 那份功課 計電費 會說了 頭400度 跟著600度 跟著800度 跟著800度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只需要用回 回答 回答剛才的 確討論 答問題的思考方法 來去思考 想這件事 就足夠了 好,我先排好它 那問題是怎麼回答呢? 譬如你輸入了unit之後 我就會問 咦? unit age of the first 400 units 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unit 是不是小的等於400呢? 我會寫它這樣的東西 如果是由0度至400度 的話 它就會屬於這裡 這個呢 就是1,2,3,4 我按四下 就會計算頭400度的收費 我便會計算 一個charge 我便會進入一條公式 這條公式其實來 不過都是加減成罪的 那我這裡不打下去 給大家看了 那自己看回這個 那個計算的表格 你就會看得到 應該是怎樣做了 會度是85.5 那你便在這裡計算 算了 第一行打給你 那這個charge 就是unit 去乘85.5 你可以很放心地去寫下 這個就是答案 但是如果不是呢? 阿sir 那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不是小的等於400度 它有機會是後面的 所以你便會問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問呢? 就是else if 簡稱叫做else if 你便問第二個問題 究竟unit 阿sir 今次你應該去處理的是 但是跟誰比較呢? 你不是小過400度 那你有機會就要計算下一個 你用得電多些 你的收費會會高些 譬如你用了500度 那你怎樣計算? 你就是頭400度計算85.5 接著100度計算98.9 你明白嗎? 我怕有同學不明白這個題目 我在這裡停一停 請有問題的 現在立刻發問 如果你要有500度電 400度是85.5 100度計算98.9 明白嗎? 有問題的請舉手 不明白的請發問 沒問題的請舉手 好 我見到大家很多同學有舉手 最主要是你如果不明白這個問題 本身一定要先發問 如果我改完之後 你又是加不了這份功課 就不加火了 好了 那些名字真的好有趣 改得 叫米天 好了 接著我們又來了 那這裡怎樣寫呢? 如果要求改善 如果要改善 小個等於什麼呢? 那你需要小心 因為我條題目上高 是這樣寫的 頭400度 Next 600 degrees 意思是下一个600度 下一个600度就是由401度到1000度 明白吗?是由401度到1000度 所以你要比较的时候你要写的就是1000度 如果不是的话它是这样的 你不能过了这个范围的 因为过了这个范围就要计算到第三格 第二格里面的公式又是怎么写的呢? 记住做好你的印钉,千万不要乱来 等于你头400度是固定了的,85.5 对不对? 剩下后面这个Next 600 degrees 那是多少钱呢?是98.9 那你就要将谁乘成98.9呢? unit的400元 对了,你说得对了 所以先将unit减减减减减多少? 400元 对了,你们同学开明眼,有补充的时候有说清楚 那就参与了,我只说到这里我不说了 后边的这个我不会再重复再说下去 我只會跟大家說,這個表格雖然有很多行 但只要你明白了怎樣用if,else if 講到這裏,如果你都明白的話 你其實只需要重複地再寫else if 裏面寫什麼呢?真的要自己思考 再來一個else if,要來多少個else if 都是要你自己思考 你只要有耐性寫得幾句 你只不過在做重複很簡單的東西 你就能夠處理所有問題 不過我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去到最後一個的時候 其實是無需要再問的了 為什麼呢?你不去男廁 不去女廁 那就只剩下去雙層人士的洗手間 就是說你不是這個,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問得多的時候,去到最後 一定是剩下最後的case 最後的case,你只需要寫的是什麼呢? 就是else,OK? 只需要寫else 就是 each unit over 4200的時候 你只需要計算最後的公式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程式是由三部分組成 輸入、處理和輸出 在輸出的時候,你只需要把chart 印出來給我看 這樣就可以了 答案是怎樣對的呢? 就是你有輸入1000,計算這個數字 輸入3000,計算這個數字 輸入5000,計算這個數字 你的功課就能夠成功續元交給我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們不會一堂講完這麼多份功課 我們會逐份來研究它說 好,沒問題的請舉手 有問題的就趁現在好去發問 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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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今晚我們會教功課到第幾份 因為其實前幾天我已經明白了 我想今天會教到第幾份 所以在WhatsApp裡面也提了 今天我們會講功課 功課其實我們要給一些時間 最主要是有同學去暫時未曾跟進 我們會每一堂短短的時間跟一份 然後他們馬上就做一份 我看一下幾多同學 加上所有功課 然後又有第二堂又講第二份 然後又交第二份 第三份又交第三份 我想每個同學都能夠做得到 行不行? 所以每晚都會講一份功課 沒錯,連說得很多 所以我們最主要就是 未交功課的同學要出席 我們要去講解一份功課 如果一次要太多的話 其實今晚的同學不坐下 慢慢做一份功課 其實跟不上後面那些 可以嗎? 做了功課的同學要體諒 其實你們能夠自己做完這份功課 以你們交功課的實力來計 但是在DSE考五星星 是絕對沒有難題 你看看那些過程就知道了 OK,你後面做的功課 你遠遠的難度是高過過過程度 考過的題目 OK 你其實這樣就是 你都可以考到Level 4 喂,大聲一點說 是誰說話? 是 是 是,請說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先說這裏最後沒有問題 當然有些同學會發現 我有信心做到這份功課 我再問一次 有問題的 你要開什麼問的 你不要等會議結束之後 又不明白 又做不到就糟了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這份檔案其實是可以下載的 你會見到一個 就有個Additional Problem 這個Additional Problem 你有興趣的話 你會覺得我第一份功課已經明白了 剛才正如側角風所說 有些同學都明白了 他都明白了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就做第二份功課 Additional Problem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re Solved 你要進入六個數值 A1 B1 C1 A2 B2 C 自己想想 你們讀到中四 最低的中四 你有能力去解釋這條難題 但是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Simultaneous Equations 都有答案呢? 我告訴你不是的 如果兩條是平衡線的話 基本上它就已經是沒有答案的了 行不行? 兩條平衡線 永遠都不會有intersection 所以是不會有答案的 所以當大家要交這份功課給我的時候 我會給你們 bonus 你就進入這些數值 試一下找找回答案出來 進入這些數值 看看是否有答案 如果你進入這個數值 其實是兩條平衡線 你要報告是沒有答案的 行不行? OK?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交這份給我 記得交功課要在Google Drive 我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如果明白了 就請舉手 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請發問 我們今晚只會講第一份 周駕峰 你會不會做確託的equation? 周駕峰 你會不會做確託的equation? 好啊 好啊 記住大家當作挑戰自己 確託的equation 你會動一點點 還有特意選一些題目給大家做 都是特意和數學科有些關係 等到大家能夠 你知道 學了一件事 可以找到更多一件事 希望能夠盡快 在Google Drive 收到你們交過來的功課 今晚我們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有問題就發問 沒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開會議 我先停止錄影 請 請 請 感谢观看